心念为根 小人以利为己 凡人以名为荣 圣人以荣为空 菩萨以德为功 学佛人要学会和自己内心对话 比如,我今天做错了什么 我今天的意念里有肮脏吗 我这样做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我有没有忏悔 这样你才能看到你的内心世界 这样你才能知道 你的自性如来 本性还在不在 修心不在于形式 在于你的内心世界 心道易道 情绪道 控制情绪 学佛道 远离三途 心念无 念念无念 超脱乎 修心 心慌愿意乱 这时你的心态 远离了理智 就远离了佛法 灿念 灿念就是没有绝 杂念太重 怎么学 修篇就是没有悟 正知正见 心念故 要记住 要记住 人是靠着心念活着的 心念 就是你的理念 理念 就是你理智的念头 理智的念头 靠着心智活着 如果你心里 没有智慧 就是没心智 你就不会想出 理智的念头 所以业障重的人 追根寻缘 就是心念障碍 学佛人的根源 是在于你的心 佛法借降 直指人心 修心修行 心为主 行为辅 至高无上 是心念 起心动念 就是业 心中挂碍 烦恼泻 远离心夜 波若见 肮脏的语言 肮脏的思维 才会产生 你肮脏的行为 心念一错 起称恨 堕落放纵 后会恨 人间苦乐 有几何 正悟佛性 法喜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